郭欣林还那么点 对 是 陶云胜还那么点 陶阳 余大眼这东西他那么点 我呢 对 你要拦上头我给你击 德银社绝版八马卦问世 郭德纲于谦显被逼逢 孔云龙一战成名 八马卦作为跨年演出的保留节目 孔云龙版本的到底有多绝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天上的老人也受不了啊 等会儿 飞不起来 等会儿 天上的老人 什么儿子 最嫖厚的三哥 那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咱们的天上飞老人 郭德纲和于谦可是被三哥整无语了 就连神捧于谦也是败下阵来了 项链 耳环 戒指 都得买 咱整个都戴上 五颜六色 整个闪着金光 让他们晃他们眼睛 不让他们看见 这点残疾不叫事 对 对不对 就这么点 这少两手指的嘛 都戴上 戴满了 这两手十个戒指 都给他戴满了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 这我说的 他是什么呀 就是切锁 他母亲是六只 而郭德纲看见于谦愣住了 还不忘使坏 这个合理 然后呢 我有点忘词了 当然身为年轻人 三哥还不忘给师父们 抖一些年轻人的包袱 没有射着 他为什么射不了那么远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到四 看着郭德纲和于谦 费姐的表情 就知道二老没有听懂 于是千大爷忍不住吐槽了 什么乱七八糟 他的 他的大还没有出现 我那意思 他就是得用功 他如果 对吧 到后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人家这大出现了 三哥表演的这么形象 看来平常玩游戏的时候 没少吃后衣的大招呀 再看看老郭满脸的愁容 心里想的是 这是我教的徒弟吗 千大爷更是直接说道 郭德纲甚至直言 要送走孔云楼 你带着药了吗 给他点 你还缺徒弟吗 我倒给你给他了 这我不要了 眼看师傅们要被调侃生气了 孔云龙就把自己的矛头 对向了小月月